夏天到了,水上运动相当热门 三星乡公所推动安农西独木舟蜓蜓运动 而且将在7月4号到6号三天举办体验课程 活动明天开始受理报名 预计招收180位学员 有兴趣的乡亲要把握机会 三星安农西水质优良,水绿环境优美 乡长黄玺庸推动了体育观光 今年暑假特别聘请蜓蜓委员会的老师廖学府 来担任总干事 在7月4号、5号以及6号 共计三天推出免费的独木舟蜓体验活动 课程的内容包括了独木舟的特性 蜓蜓运动介绍、水域求生要领 暖身运动、水域安全自救训练验收 操舟体验等等 三星相公司第一扮 扮这个蜻蜓独木舟的体验课程 可以说是铁堂 三星安农铁堂 独木舟 休闲水上运动 以及 要在背 蜻蜓榴标杆 蜓召秀 和毯重固 非常 które 譬如說以這個水上休閒運動動物務所來說 因為這條農家來說 它的水流量很穩定 兩邊有很漂亮的高攤地 主人生態很豐富 所以說是一條很有潛力地發展 動物做休閒水上運動的 一個很油膩一個好串 這次預計遭受180名的學員 包括了鄉內國小三年級以上學生 鄉外國小三年級以上學生或是成人 另外鄉內配合武林賞應活動的民宿業者 推薦旅客參加等等 我們這邊特別有提出 有提供我們照收180名 這個50名要提供我們向來 我們國小三年級以上的學生 鄉外也有提供50名 這個國小三年級以上學生 同時我們提供80名 要給我們鄉內這裡 帶來的我們三星 在三星大 來三星鐵頭這裡的遊客 所以說我們希望說 這兩種未來我們三星可以 成為一個真好水上休閒的觀光 我們部長騎著我們車運動 要我們站在水上 我們獨木舟休閒運動 公所表示明天起開始受理申請 民眾可以到公所的官網 來下載報名表 在6月27號前郵寄、傳真 或是親自到公所的社會客 來繳交報名表 宜蘭新聞記者十四名採訪報導 好